今天活动的主题叫老强 特别合适 再先讲这样一个题目 那么也恰巧这个题目 几乎完美地总结了我过去的一些思考和沉淀 我斗胆把这个思考和沉淀称之为一种方法论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知道我们的品牌 城市营销 乃至于我们个人的一些人生的选择 今天借这样一个机会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 那么我自己是品牌营销创意人 也就是做广告的 我干这行已经超过15年 那么在过去15年的历程当中 我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碎片化 我们的媒介也碎片化 我们的信息碎片化 我们的注意力碎片化 包括我们的思考都是碎片化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碎片化的时代当中 我自己就在思考什么样的动作 什么样的营销举措会是有效的 我们怎样去应对这个碎片化的时代 那一个碎片化的时代 往往有一些奇特的特征 比如说上个世纪70年代 波普艺术家安迪沃普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未来每个人都可以成名15分钟 当时人们不理解 但是今天我相信所有人都能够理解这句话 因为每一天我们身边都在发生这样的故事 你会发现有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就火了 但是过段时间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出现过那样 那么这种现象其实就演示了这样一个碎片化时代的一个本质的底层逻辑 就是它的不确定性 我们要拥抱不确定性 它寄予了每个人可能 这种成名成功的可能 但是我们也要去思考这种不确定性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是不是你 那么这句话的另一个面就是15分钟的一个点 特别有意思就是 它演示了我们这个碎片化时代的另一个特征 就是素朽 没有什么是值得记住的 我们很可能连上个星期发生的什么事情都会被忘记 右上角这张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它曾经是在互联网上弘积意识的一个流浪大师 它是个流浪汉 但是它精通哲学历史 经常有很多发人申请的这种论断 那么很多人到它流浪的地方去打卡 然后希望寻得它的一些指导 那么在那一刻呢 它俨然是我们的人生导师 就像是一个互联网上的步道者一样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生导师 也消失在了互联网的这个朋友里面 我们好像很多人也就不再记得它了 这就是我们的另一个特征 就是素朽性 那么碎片化时代的这种素朽性和这个不确定性 我们连上个星期发生的什么事情都会被忘记 但是我们又会去争一千年前发生的事情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看过这个 《长阳三万里》这个电影 举个时候我看一下 很多人都看过 然后《长阳三万里》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呢 洛阳的一个民间历史研究学会 给这个电影的导演去投诉 说李白跟杜甫不是在西安相会的 而是在洛阳相会 那么这个事情也引发了两个城市的民间的一种舆论的争议 这就有意思了 就是我们连上个星期发生的事情都会忘掉 为什么我们要去争一个一千年前发生的故事 我们到底是在争什么呢 那么在今天我可以去给出我的结论 我说认为他们争的是老墙 我分享到这张图就是一面实实在在的老墙 它演示了世界文明发展的这样一个四千年流变史 就是尤其是一个大的帝国四千年演变史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历史就像一条一条河流一样 每个文明都像是一个自己的独特的一个河流 有些文明占据了宽阔的这个河面 地块 欧亚非这种庞大的帝国 然后最右边那个橙黄色的就是我们的中华文明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文明其实不是最宽的 但是它有一个独特的特点 就是它一直没有断过 然后《长安三万里》发生的故事 就是我们这个唐朝这个河面最宽的那一个 然后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整个世界的这种文明博弈 就像是在一个牌桌上去打牌一样 文明在一个牌桌上打牌 我们争的不是我自己这把挣多少 当前的牌面有多大 而是我最后能不能留在牌桌上 留在牌桌上 这一千年的故事就有后人来去讲 没有在牌桌上 因为过去发生的辉煌也就消失在了这个历史里面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呢 就是我们争的东西不是别的 而是历史留存下来的这个老墙 老墙是什么 就是经历一切的历史 冲刷之后能够留下来的东西 这些东西是我们像西安和洛阳 他们真正争夺的这些内容 这个老墙就会变成历史文化的母体 这种母体在每一个时代都会焕发出新的生命 它会产生新的内容 从而可以变现为一个城市的这种品牌资产 最终也可以变成我们商业的 来自于个人去做创业的时候的这种 汲取的营养 因为它穿越了历史 它曾经存在了一千年 我们有可能 它也就更大的概率 可以再次存在下一个一千年 它就对抗了这种诉求性 然后我们现在又进入到了一个 我们称之为叫城市品牌资产的这种 生死战的这种争夺战 因为我们过去三十年 城市化的狂飙突进 全中国有将近六百多个城市 是新兴的城市 那人口到达了拐点 未来呢 低腿的果实早已经被摘一下 就是所有的城市都会面临 你的城市凭什么被记住 你的城市凭什么被选择 所以每个城市都在去争夺品牌资产 就像现在 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去争夺耶路撒冷 我们也要去争夺 属于自己的耶路撒冷 所以城市进入了这样一个大争知识 大争知识就回应了 我们刚开始讲的这种不确定性 每个城市都很强 凭什么你被记住 大争知识需要有新的竞争策略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张图 总结出一种新的竞争策略 这张图是什么呢 是过去二十年 NBA投篮前两百个的投篮地点 过去二十年 NBA的赛场的这个规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为每一个队都很强 每个队都有科学的训练 都有超强的这种的球星 每一个队上场都不敢保证 下一场我一定赢 所以面临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面临这样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之后呢 每个球队就自然演化出了 这样一种竞争策略就是要么尽量贴近篮筐 追求更高的这个投篮命中率 要么呢直接到三分线外去赌一把更高的分数 就赌三分 中间的突破那几点全部消失掉了 全部消失掉了 这就形成了一种杠铃策略 那在篮球赛场上的这种激烈竞争的杠铃策略 也反映在了这个商业和投资的这个领域 那么这个作者叫尼古拉斯塔勒布 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黑天文》 那么他的另一本书叫《反吹洛》 就是描述这种不确定时代 我们应该如何去从中获利 因为不确定已经是这个时代的本质 你无法逃避 你只能拥抱它 然后他提出来了一种叫非对称的杠铃策略 你应该把你的资产的85%去投在那些 这个可以穿越周期的 不让你丢失本金 让你在排桌上的这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呢 你应该去追求有更高增长率 有更高的天花板的这样一些新兴产业 那他有可能会有高风险 但是他的收获也是无上限的 因此呢就构成了一个非对称性的杠铃 就是你的风险可控制 但是你的收益无上限 但是你还是能保证你一直在排桌上 去迎接下一波这种可能性 这就是他的这个反吹弱杠铃 然后我自己从东得到的启发 就是说我们认为品牌营销 或者说我们的创意传播 每一个动作也是一次投资 我们也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个动作下来出来 是不是一定有效 所以呢我们认为 只有两件事情是真正值得做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叫有沉淀的事情 这件事情这个动作 这个创意是不是值得一直做下去 是不是值得一直重复做下去 哪怕它不是一个爆点的事情 不是一个特别广泛的什么 但是它依然能够这个形成我们的基本派 那第二件事情是我们要拥抱这个不确定的时代 碎片化的时代 就像安迪沃霍一样 拥抱那个让自己成名十五分钟的这样一个机会 然后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超级碎片 那么让它成为一个爆点的那种 中间的 如果你也有一个创意 也有一个动作 既不能形成爆点 又不能形成资产 又不能形成成建 它大概率是一个费动作 就应该放弃它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构成了 跟我们今天的主题老强再次去挂钩的话 我们的品牌资产就应该去想 我们应该锚定哪些城市的文化母体 然后我们的这个超级碎片 应该去拥抱社交媒体的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代 去创造属于我们的这个超级碎片 这个超爆发力的内容 然后这两者之间又形成一种有机的转换 我们的内容碎片来自于资产 我们这个内容形成爆破之后 我们要反过来去思考 它能不能再次成为可以重复去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 所有几乎所有在这个时代 形成大的传播案例 都基本上是符合我这个方法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西安的这个 所有西安网红城市的一切策略 它是基于西安唐文化 千年古都这样的文化母体 包括我们说这个不达翁小姐姐 也是基于唐氏女的这样一个文化母体 去形成的 它火了 就再次为这个母体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它不过没关系 它不是一个费动作 依然是值得做下去的 包括这个生汤蜜盒 都是一样的 这个逻辑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就反过头来想 就是我们企业 其实自己 很多城市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就是我们自己去投一个 去创造一个超级碎片 它是不是有效的呢 它能不能明年继续做下去 变成我们的这个品牌资产 变成城市的这个文化母体 最终眷刻进老墙呢 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资播烧烤 很火 但是现在好像热度开始下来了 我的判断是它没有办法成为这个城市的文化母体 没有办法成为整个城市的这个品牌资产 两个原因 一个呢是这种形式 这种这个体验太容易被复制了 另外一个呢 它没有表现出 自爆这个城市超越时间的那个文化母体的部分 那么与之相反呢 就是荣江的这个村超 村超也很火 但我反而觉得这个形式呢 是有可能成为更有长久生命力的一种文化资产 因为它一方面是根据于长久的这个当地的足球文化 那么另外一个呢 又融入了民族民俗的文化 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于民间的这种的市集文化 这些都是穿越时间周期的这种文化母体 那么我们很多企业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就是说企业能不能把自己的商业行为 变成一种文化母体 变成一种长期的品牌资产 有成功的实践 比如说美国的密西百货 密西百货在一百年前 在感恩节的时候就做过这种大促销 那么它把它的促销呢 变成一次大游行 然后呢到今天为止呢 已经坚持了一百年 这件事情也变成了纽约的一个城市文化母体 原因是不仅仅它是一个商业行为 有资本的这个撬度 更重要的是它有感恩节文化的这种锚定 还有就是游行文化 那与之相对应呢 我们自己也做过商业的 比如说双十一 我们自己双十一最开始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双十一最早是一个互联网上的光棍节 还记得 最早的第一次双十一 其实就是一个超级碎片 就是一波短暂的事情 但是阿里发现了 它其实有可能可以成为品牌自然 所以重复投资它 到现在已经十来年 但是你会发现 它重复投资之后 没有一个文化母体的这种 消费不是母体 消费是基于母体发生 但它自己不是母体 但是与之相比的 就像这个春晚 我们现在年轻人可能很多不再看春晚 不再去把春节可能没有那么重 但是我相信过了一千年 春节还会在 还会在 它依然是一个永恒性的这种文化母体 那么甚至于说 同样一种体验 它也可以形成母体 或者说是形成自然 或者只是一个超级碎片 比如说 都是往身上泼水 当年非常火的一个冰通挑战 是为了监东正人去募捐的 这么一个社交网络活动 它就办了一届 后面再也没有了 它就是一个超级碎片的形式 它诉朽的 很快就结束了 但同样呢 就是作为泼水集 却可以持续永恒的存在 因为它锚定了一些民族的文化 又把它眷刻进了老墙 这个是它的区别所在 好 这些呢 其实是对于商业 对于城市品牌的 这个反脆弱的方法论的一种应用 或者是一种总结 那么回到我们个人 我们能不能把这种杠铃策略 应用到我们自己人生 或者说我们自己的 个人的发展当中 其实也是可以的 关键就在于 找到人生的一个锚点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 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人生 去锚定进老墙里面 然后比如说 如果说我们现在在当下 经常讲个人品牌 短视频时代 每个人都在说 能不能做自己的个人IP 那这个时候 其实就有一个杠铃策略 我们能看到很多人 瞬间就红了 但是瞬间又没有了 对吧 那我们想追求的 肯定不是瞬间没有了 这个状态 我们一定要在杠铃的左边 去锚定一件事情 我为这个社会创造 什么样的价值 这个价值是不是 穿越周期的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 我在其中能不能建立一个 一以贯之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人设也好 或者说是个人品牌的也好 它是一定重复下去的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去拥抱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 去创造属于我自己的抱抱的内容 这两者之间 形成有机的转换 这才是有效的这种方法 比如说我们说 这个东方真选 这个余美红老师 对吧 他在教培事业 受到重挫的时候 就在想用点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领域 是国家永远会支持的 这个所谓国家永远会支持 其实就是不下排桌 穿越周期的这么一个领域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去体现我的人生价值 把它锚定为一个 可以去永恒去穿越周期的 这么一个事业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用直播 或者是创造网络热点的方式 去实现它 那么无独有我 比如说这个蔡志忠 一个漫画家 漫画其实是一个非常轻的 这样一种创作形式 甚至我们可以认为 它是一种诉求的形式 但是他一直在去创作 围绕着我们的国学经典 那些穿越周期的 眷刻进老强的内容 那么因此呢 他自己也就获得了某种永恒 那么他对此还非常自信 说也许五百年后 可以跟苏东坡一样亲密 再看 再看 然后呢 我们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讲 我们还可以另一种选择 就是说我们也许不是做大的创业的 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我也没有那么高的才华 那这个反脆弱这种杠链 能不能也成为我人生的一种指导呢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孔子 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孔子一生没有当过大官 也没有挣过大钱 从现实意义来讲 他其实不是一个成功者 甚至是一个失败者 然后呢 但是他呢 他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一种 反脆弱的事的人生 他在他的杠链的阻断 就是追求所谓的人的这个境界 把自己的个人的修养 或者说某种价值观 作为最重要的一种追求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近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所谓求人得人一以贯之 已经是成功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再获得一些世俗的成功 那就叫附属产品 所谓谋士在人 城市在天 要拥抱这种不确定性 没关系 成了就是巨大的叫收益无上限 不成没关系 我依然是在为我的这个 求人得人这一步上继续前进 所以从这个角来讲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思考的事情 首先不要让自己陷入了高杠杆的 这样一个脆弱状态 其次就为自己锚定一个 更伟大的一个视野 把自己去眷刻进老墙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再去拥抱不确定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 可以去爆破的这种碎片 以上就是我对于品牌 对于城市营销的一些关键的分享 一个简单的一个思考 然后为了帮助大家记忆 我把它做了一个小的顺口溜 我给大家念一下 速朽时代老墙永恒 文化母体配置杠铃 品牌资产碎片内容 确定使命求人得人 总有所得不败人生 谢谢大家